我們看DF 他說F多項是這個 Z是這個 他說他們的最低功倍數 最低功倍是四次 A應該是甚麼 F是三次 Z是兩次 最低功倍是四次 最高功倍數的次數 應該是等於3加2 減4 所以應該是一次次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Fx 我可以寫成最高功倍是R乘0h 但G 也可以寫成最高功倍是乘0k H跟k兩個是負值的 好 那麼他的次數 那他的最小功倍數 這是Dhk 那麼他的次數 Dezf 加上他的次數 會等多少 會等於2倍的最高功倍數的次數 加上H的次數 加上K的次數 那我知道 這個是1倍的最高功倍數的次數 加上Dgd 加上Dez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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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們要有個結論 最高功倍數 它的次數 等於1 就一次次 現在我們把這一次次 把它找出來 我們假設最高功倍數是D 那是F的因子 X3之方 加AX1 這X-3 那最高功倍數 也是什麼呢 X平方 加AX 加2 的因子 那我現在給它去頭 去頭的話 給它取X 把它給減上去 減上去 那減上去 剛好 第一項減掉 第二項也減掉 剩下第三項 2X減掉後 2X減掉 這個 負X-3 所以等於是3X加3 所以是3X加1 所以如果D是首1的話 那麼D應該是X加1 那這樣子 那因為D X加1 是這個因子 所以我G X只要代負1的話 下去一定等於0 也就是說 G代負1的話 這會等於0 這負1的平方 減A加2 這個會等於0 那這樣我會得到A等於3 那當然 X加1 結論也會一樣 所以答案是A等於3 1 2 3 4